年近70歲的真神父在巴拉罐對著族人 述說其採集邊南主師生之系的神話故事採集過程 除了有勤勞的口述之外 在前往德國早已回國曾經完整記錄部落神話歷史的廢道喉神父 才完成了祖靈的腳步這本書的出版 把曾經出過書的這些祖靈的腳步在城中翻譯成我們自己的花 這本書採集的邊南主師生之系分別是資本卡地布 建合 泰安 麗嘉 上檳榔 下檳榔 初露 龍國麥等八個部落 採集的神話歷史多達48篇 由於這本書和邊南主的生活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此他將這本書命名為祖靈的腳步 年輕的族人看了之後有深刻的了解 背南主的傳說故事是這樣子 那後半段就是他去造訪各部落就是長老 以前我們是怎麼遷移的 以前是有發生什麼故事這樣子 延長的族人也有不同的感受 主角有這樣的一個歷史 他這麼謙卑他也不把這個出這本書是他自己做的 他說是過去曾經從德國的一些神父 白冷會的神父在我們部落 他留下來的一些訪談的紀錄 然後他把它翻譯出來 我覺得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一點 祖靈的腳步的出版 深受邊南主人的重視 受到熱烈迴響 在發表會上就賣出300本 行政院原民會主委順大川也為這本書寫序 認為曾神父為台灣史與營住民所做的貢獻值得肯定 記者卡特夫人呼錄台東採訪報導 記者卡特夫人